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我们看到这两天 这一个50名黑帮聚众 这个在ATT4FUN的夜店的棋楼 率众杀警的刑案 第一时间包括曾伟豪已经投案了 可是原本说要投案的万绍成 到现在人在哪里还不知道 那现在警方呛吓说 你如果没有交出黑二代的话 我就直接要灭堂 而且整个夜店文化里头 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一个 黑白两道共资的庞大利益纠葛 包括我手上的一周刊 他追踪报导跟影射的这个庄敬慧 其实背后凸显的都是 黑白两道插足这个特定的夜生活 跟特定的地下经济 这一团真的会引发 一场江湖上的黑白大混战吗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现场请到六位 第二个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是林朝鑫同学 林朝鑫同学好 林朝鑫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文睿德同学 林朝鑫好 大家好 好 夜店达人兄弟 林朝鑫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是保罗 大家好 好 再来小袋 大家好 好 再来光启明 大家好 好 这几天我们看到 这个黑二代 富二代 率众杀刑警 这个真的是震惊台湾社会各界 那第一时间 曾威豪跟他的女朋友 刘兴童出来投案了 原本说要出来投案的万绍成 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另外一个黑二代 到目前为止也还不见人影 所以警察开始呛瞎了 警察呛瞎说 如果没有交人出来的话 何堂等着被灭堂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则报导 夜店门外大牌长龙 大批酒客乖乖拿出证件 配合文件 好多警察 就怕维欧远景事件延烧 新一区多处夜店纷纷暂时歇夜 年轻人只好转移阵地 到邻近的大安区 松山区夜店寻求夜生活 但警方大规模扫荡 已经跨越了信一区 17号晚间 大批警力缤纷多路 前往台北市信一区 大安区中山区 以及松山区等多处知名夜店 实施扩大零检 也因此许多夜店 纷纷关门 躲避风头 像是金华城六家夜店 就有四间关门 而发生杀警案的ATG夜店 这几天损失金额 初步估计也高达五千多万 生意大受影响 为是的黑道堂口叫苦连天 而同仁也因为夜店调停 不幸过世远景气氛低迷 台北市警局长黄生勇 也到场精神喊话 警方这波扩大零检 就是要斩断黑道晶圆 不让他们开店做生意 而帮派分子 纷纷以灭堂来形容目前处境 记得综合报道 好光琦 现在警察办案真的也很呛很凶 直接要求这个竹联跟相关的四海交人 因为还有两个涉嫌的主谋 一个叫做万绍成 然后一个叫做周玉腾 周玉腾应该是四海旗下的其中一个成员 现在警察呛吓说 如果没有交出这两个黑二代 直接可能就要灭堂 的确我们看警方界定这一次的杀警五上 分别是富家子女 曾威豪跟刘新童这对情侣 另外就是属于酒店经济 也是竹联和堂的肖瑞宏 那他旗下的万绍成万年之子黑二代 那昨天本来说三点钟要主动投案 可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 然后这个警方是通缉中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现场说 杀死他 现在又新的一个起底的是四海邦的小大哥 叫周玉腾 那万绍成的部分说50个人当中 20个人是他绕囊来的 那说周玉腾在现场也蛮具杀戮气息的 那这个五杀定义出来的话 我想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万绍成身上 那另外今天警方他呛吓 说如果不焦人就要灭堂 是针对竹联的和堂 那他们讲一句口诀 先焦人再开店 那他昨天展示了500警力 所有和堂的生意都不要开不要做了 对然后因为这次被杀的是警察 那昨天他们展示了500个人扫荡 不只是信义区 包括大安 松山 中山 那针对除了和堂之外 还有平堂 这个雷堂 战堂 甚至他们比较友好的友堂 其实针对黑道的这样的一个扫荡 现在是叙事待花 这个瑞德真的这么呛 对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尤其影响最大的是新上任七天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长李文章 那根据我跟李文章认识二十几年的这个交情 这个人的个性呢 他在他上任第一个礼拜 你就给我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他一定会糟告全天下 尤其是全台北市所有的黑道 台北市的刑警是我管的 虽然台北市的刑警现在叫侦察员或侦察组 配属在各分局 事实上他们是直接隶属于刑警大队 那么刑警大队长就是统管全台北市所有的刑警 那你动他的人杀他的人 那他一定会这个用最大的那个武力的 最大的那个等于说能量来这个针对黑道开刀 那他开刀的话一定是竹联邦和唐首当其冲 因为万绍成率领二十几个人去 如果没有错的话他打得最凶狠的 那么我事实上为什么万绍成昨天本来不是下午三点 要出来投案吗 那为什么突然间放警方的鸽子 他这个动作事实上更危险 我要奉献因为万绍成的父亲万年是松联邦的大佬 这些年来因为改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包括开兵赞云社等等 他不太想要碰黑道里面的事情 可是万绍成因为他年轻气盛 所以他年轻气盛 父亲叫他不要混 不要混 结果他干脆好 你不让我就混松联邦 我就加入竹联邦 我就更狠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万绍成年轻气盛不会轻率的妥协 可是这样最危险 为什么呢 台湾只要是杀警察的案件 几乎没有不破 下场都很凄惨 而且我告诉各位原因是因为 从台北的枪击要换杀警察 杀两个警察的陈兴发 十年前台中杀两个警察的私信嫌犯 一直到高雄杀四个警察的嫌犯 刘玉坤都在警方围捕的枪战过程中 不是被击毙就是被烧死 所以警方在面对杀自己人的这种情况下 歹徒的时候 在他你有枪支拒捕的话 很可能会给你格杀无论 所以万绍成事实上 他依下现在所犯的罪 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是杀人罪 可是依照现在的氛围的话 是不会判死刑的 但是如果在警方围捕 现在每天至少有八个警网 五十个人以上在围捕万绍成 跟另外几个嫌犯 一旦他拒捕的话 我刚刚说过了 只要你杀刑警 杀警察 你一旦拒捕 而且你有拿枪械拒捕的话 通常在现场就被开枪打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相信站在他父亲万年的立场上 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出面投案 瑞德 我问你 江湖上这一拓 他主动投案 其实将来他行责 可能还可以比较低 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他的老爸爸 基本上是希望他主动投案 对 没错 但是他不投案的后果 其实就很难讲 而且如果呛到说 搞不好警察要灭堂 到最后会不会变成黑白两道 一起追人或者一起追杀 现在黑道 现在黑道的压力会比警方还大 为什么呢 因为竹联邦的和堂 他事实上 他竹联邦一创堂就有和堂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八个堂 所以他是老堂 老堂的话 他的历任的堂主 事实上都已经在江湖上 有一定的地位 说坦白一点的 中山区 大安区很多的酒店 都是老堂主这些人 退下来又还在继续为市就对了 那么新任的堂主 新任的干部 也不断的往急起直追打天下 为了你们这些小鬼 不知天高地后给我搞这个事情 然后警方首当其中会扫谁 就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只要是所有和堂的店中扫 中扫之后我没得贪钱了 我问你扫三天两天 一个星期一九月 那我怎么办 所以看下怎么办 所以他搞不好就会起内讧了 对 会起内讧 和堂会有人受到波及 他会觉得他是此与之殃 然后他会希望 谁出事谁负责吗 那如果这一团不是我的 为什么我要遭受 没有错 而且林光我告诉你 影响所及 甚至于这几天 道上都已经传言说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曾威豪还记得吧 那个傅二少 因为闯下这个滔天大货 现在不是关在北索里面吗 现在道上都已经传言了 如果事件继续蔓延下去 连曾威豪的父母 他们都要去给他要一笔钱 你知道吗 来补偿我们的帮帮费用 因为你造成我们 所有黑道的损失啊 我们每个月开销还是一定的 我不会因为警方来林杰 我减少收入 然后我开销就减少 可是小代 现在真的是比硬的 其实最近这些道上兄弟 一些老大哥 他们就在感叹 说这生鸡软的有啦 生鸡软的没啦 放鸡软一堆啦 你现在说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人放鸡软 就是在讲这些底下的小弟 因为这一次 这次夜店杀锦案 真的是触犯了 台湾很久以来 已经没有再破例过 一个黑道大计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管你这个警察 多凶狠 多汗 或是底下多么不堪 但是你都不可以动到他头上 等一下法治多虾 没有人直接杀警察的 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是大案 在香港也是大案 法治国家 没有人直接杀警察的 然后第一个杀警察是一个机会 第二个在哪里杀 在信义区 大庭广众 大庭广众之下 是守善之区 就在市政府旁边 市长也受不了 那有人这样子玩的 所以说这一次 这一次警方为什么会那么大动作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 说要灭唐 说要观点 其实我觉得 当然警方是呛吓的意味 很浓厚 但是说实在话 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不一定 但绝对每天给你灵检 是一定会的 我们讲所谓灵检 就是我们去夜店玩 就是要自由自在嘛 那我每天灵检 我就派两个园警去 电灯打开 音乐不准放 我看你们里面这些人要干嘛 你生意也做不成了 所以他们现在造成这一笔损失 其实这几个大堂口 你看他们这样一天要损失多少钱 尤其一个礼拜可能上千万 一天可能几千万 几千万就出去了 那这些大佬怎么会受不了 而且很多这些大佬已经原本就是说 我隐身幕后 我只要每个月有收入就好 无缘无缘 让你送一下 哇塞我什么都没了 万一以后我要再建立这些事例 也不是那么简单 尤其现在我们讲这些棒 会不会反而就重新有重洗牌的动作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核糖的店 或者竹链的店不敢开 那生意还是有人开 其他店还是开 我的意思是说 那会不会这黑道之间的利益 就是财富重分配 重分配一定会 而且现在早就已经闻到那个味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这是看到一个所谓的中山联盟 哇塞 这是整个事情就是所谓的中山联盟搞起来 那为什么叫中山联盟 第一个 这些里面 包括里面 有竹链的 有四海的 有天道的 他们全部都是在中山区这边活动的 就比较不懂江湖规矩的小弟 竟然就私底下跨帮派 大家相互支援 就撇开上面的这些大哥 完全不管他们的命令 就是我自己成立一个团体 只要谁有事 我只要这边这个团体里面谁有事 我就去支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中山联盟已经犯了忌讳会了吗 已经犯了忌讳会 因为他已经是跨帮派组织 就他可能竹链不同堂 也有四海不同的成员也有 天道盟的成员也有 对那他们和在一起 最主要目的也是赚钱 那他们跟谁呢 我跟你讲他们没有一个共主 所以没有共主就是 怎么做决策 他去拜个人怎么做决策 他们的共主就是今天谁有钱 我就跟谁 譬如说今天林冠 我连续带着底下小弟去喝酒 喝一个礼拜 那这些人这个礼拜就视你回大哥 过两天 瑞德大哥变比较有钱 他出来带着小弟去喝一个礼拜 他又变大哥 所以他共主又抄票 抄票是老大 不是 这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主人帮的和堂是现代的成立的吗 是早早就成立的 主人帮的和堂过期最有名的 它是什么 它是飙患出名的 谁动我一个人 我不是抄你一个堂口 所以你今天和堂这些小朋友 老实说就要 现在变大哥认为这些小朋友 就是你们爱玩就让你们玩 但是一旦出了事 大哥就会出面 和堂容忍你这些天道的 主人松联告在一起 搞的中山联盟 去搞的一个为事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万少臣不出来 万少臣不出来的时候 将后来一定会引发到 这些大佬 甚至于和堂本身一定会动用 他们自己的关系 一定要跟我出来 不出来 你老爸是谁 你老爸是松联邦 所以这笔账会算到万年和堂 你一定有 你说你儿子不听你的话 那是你们家的事 那万少臣当然就很有可能怎么样 一赞成名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本来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你在下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这一次这个ATT4FUN的 棋楼大门口旗下 50名这一堆黑帮 糾纵然后直接殴杀刑警一案 背后牵扯 难道真的是黑白两道 都要插足夜店生意的庞大利益吗 然后呢这一次因为台湾社会活生生上演 这天龙国的古惑仔的这一个监视电影 很多人看了觉得很震惊 那警察有一个庞大的破案压力 而且年底台北市要投票 只剩下倒数72天 这个首都治安也会影响到 这个年底的政治跟投票的行情 所以警察直接呛响 呛响说黑二代没有交人的话 这笔账一定算到老大跟老爸上面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则报道 对着镜头摆pose 他就是涉嫌杀害原警遭到通弃的 竹联邦和堂分子万绍成 原本他向警方预告 17号下午3点就会主动投案 但最后确实让大家白等一场 现年21岁的万绍成 是松联邦大佬万年祥的儿子 被指事发当时带着20多人 手持红绒柱攻击薛信原警头部 造成伤众不治 但万绍成却向父亲表示 自己一个多月前才被人断了手筋 刚开完显微手术 根本扛不起红绒柱 坦诚由于安管起冲突 但是不承认尤打警察 希望大家乖一点 对 会想一点 还有他年约25岁的四海邦 海连堂分子周玉腾 根据盗案者公辞 当天疑似就是他在夜店门口 大喊杀死他 号令小弟们殴打警察 目前警方已经将两人列为主要追弃对象 也透过管道向黑道施压 要将这两名黑二代伸之以法 记者综合报导 好 曹欣音警察直接嗆嗆说 没有交人的话要灭堂 那何堂不交人 何堂生意都不要做 周玉腾因为是四海这一挂的 四海公司的 所以这一笔账呢 如果人没有出来的话 警察也是算到四海头上 当然四海他手上的一个 所谓的营业的方向 跟他们比较不一样 那酒店方面来讲 维持的比较少 那当然这种问题在这里 就是你本身是属于四海的公司的人 那么必然警方一定会跟四海公司施加压力 说你是个小朋友 你再不出来的话 你们这些大佬的其他的事业 你就搞得比较少 这是一定会有的东西 尤其是这种杀警的案件 过去双联邦也曾经杀警过 有一个案件杀警过 结果双联邦有一度就开始被警方抄的 等于就是完全没落掉 那所以从这个两个案子看起来 你万绍成不出来 你必然会影响他爸爸双联邦大佬万年 他本身的一些事业也好 或者在双联邦也会给他压力 总理我记得你说万绍成跟周玉腾 其实都做酒店经济 就是说他本来并不是涉足夜店 他们比较擅长 而且目前在做的是酒店经济 那这一块很多酒店经济 也想要插足夜店这一块大余 其实林冠他们的共通点 并不是说他们想要去夜店做生意 或唯夜店 而且他们的这个共通的来源是什么 叫做女人 你知道酒店经济 你说酒店经济他经济酒店妹 所以他需要很多妹 对 那你知道像日本他们开发这些酒店妹 或AV女优是在车站 或在捷运站 这样直接去问 可是我们在台湾是不能这样弄的 你这样弄的话 你随便得罪一些良家妇女 那可能就会被人家去报案检举 所以说他们会去夜店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夜店妹妹去夜店玩 他当然可能打扮漂漂亮的 想要让自己秀 让人家感觉他很不错 但最重要是他们也想去喝酒 那你知道这些夜店妹妹在夜店里喝酒 喝顶多是不用钱的酒 但是你也拿不到酬劳 你知道吗 那这些男生其实你看他们都长得很帅 都是花美男 口条又好 那他们今天来当酒店经济 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老大 他们老大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老大自己想说 我自己开家店 那我叫你们这些弟弟去帮我找妹 那找妹的情况 这些弟弟想到说 那哪里妹最多 哪里的妹都是已经被挑选过了 去夜店妹会打扮漂亮 懂得跟男生交际 懂得跟男生应酬 最重要是说 如果说被男生上下其丑的时候 他也知道怎么去自保 那些SOP这些女生已经都懂了 但是他会告诉这些女生说 那你在这里喝酒 顶多是喝不用钱的 甚至可能有些遇到 比较不撐头的男生 你搞不好还要帮这些男生买酒 那你倒不如来酒店喝 你来酒店喝 喝了你不但不用花钱 你还会拿到钱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说服女孩子说 你爱玩的爱喝的来酒店上班 你不但有的喝有的玩 而且还可以赚钱 所以这样就造成 中校东路的这些酒店 跟中校东路的夜店 这一栋里面已经开始 就会变成这样的轮替 完了以后 那因为你知道中校东路的夜店 也不过这么一家 然后他们就发觉说 其实新一区的 开发新客源新货源 对 尤其你知道吗 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 在中山区上班的妹妹跟小姐 他们下班以后 其实都在新一区 夜店问 对 其实 平常时候现在中山区的酒店上班 那酒店上班还喝不够吗 抒压还要去新一区的夜店抒压 你知道吗 你在上班你就是上班 这叫公事 那女孩子有时候也是会公私分明 我在上班 你是客人就是客人 我不可能跟你客人 谈什么感情 就算你再帅 就算你再怎么富二代 但是如果说你到这个夜店里面 你遇到这就是谈感情 那所以说这些弟弟发觉说 我今天到酒店里面 找了这些女孩子 最后他们下班还是到夜店 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到夜店去开发 那你知道到夜店开发 有时候你会不小心 还是会得罪到一些 可能本来就是别人的小姐 或者说这些客人自己带来的女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这个中山联盟 为什么所谓的跨组织 跨帮派 但是你要知道重点 他们中心只有一个 他们还是在做这个酒店经济 其他这个中山联盟最重要 是用酒店经济 这些小朋友下去组成这个团体的 那他们到了这个新医区的夜店 他们秦成这个团体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我在这家夜店 我被欺负的时候 我只要用这个群組一call 就会有很多人来挺我 因为为什么 因为酒店经济这种事情 通常是不太会去挂 所谓的帮派跟堂口 因为有时候这些大哥会觉得说 这个经济公司 他就是一个经济公司而已 他其实并不是我这一个堂下去成立的 但是这个经济公司里面的这个老板 可是堂口要开酒店的话 他需要酒店经济帮他找妹 所以相对的你看和堂的店 他里面的经纪人 不会说我只要和堂的弟弟来当经纪人 他肯定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堂口 别的经纪人 那这时候这个中山联盟的行程就是这样 而且最重要是互相互通有无 很多时候夜店的兄弟 你跟他往来的一些油气规则 都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看起来好像似乎有 有一副跟这个兄弟有一副 规则可循 可是说实话 有时候被拼起来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拼 你不知道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就真的是笑笑 平常都好好的人 忽然一笑的时候 那一下子造成一些不可迷失的一些错汗 之前我也介绍过我一个小开朋友 后来在夜店的时候 看到一个在台上 还台面上还蛮有名 蛮白的一个 我所谓白是蛮 形象蛮好的一个那个人 但其实他是 自己下是一些黑道大哥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不然就介绍一下认识好了 然后小开就说 那我去敬一下酒好了 他那个时候怎么敬 他就是这样敬 对 抱歉 第一个 那带有问题 第一个单手 第二个左手 然后那个时候 太久不能拿左手拿单杯 第一个右手表辱尊敬 因为左手是下杯 可是有的时候 比方我们在外头吃喝玩意 或者唱歌 你就剛好隨手拿 有時候是隨手 拿哪個酒杯就跟著喝了 你不會說必恭必敬到 雙手這樣子 對 因為第一個喝嗨了 第二個有時候也是美式的風格 有時候又喝嗨隨性的時候 你就這樣隨手拿起來 大姐你好 我叫什麼什麼 第一個 那個老大本來還沒看到 一起來的時候看到的時候 就不動了 然後旁邊是旁邊坐的那個小弟 馬上就站起來 馬上就手上的那個酒杯 就直接朝到頭上貼下去 等一下 本來要敬酒 只是左手拿杯子 我不懂耶 我不懂 江湖上 可是我不懂 江湖上 沒關係 而且我教你 兩隻手要這樣拿 不是 我們當然知道有一些 很正式很什麼什麼 可是問題是當你一大堆朋友 在吃喝完了 或者你比方說唱歌啦 你聚餐啦 然後你喝到嗨的時候 你一定是右手左手 隨便都亂搞了嘛 然後酒杯也不知道在哪裡 隨便亂拿 對啊 然後酒都亂混著喝了 我的意思是說 在那樣的環境下 都還這麼嚴格 對 所以可大可小的事情 但是搞不好那個老大就覺得說 這個環境很放鬆 沒關係 但隔壁的重點是 隔壁的小弟看不下去啊 你們在江湖上大哥敬酒 真的是右手拿杯 然後左手拿著這樣子 然後畢恭畢敬這樣子 要丁驚一點 有時候真的要小心 那真的是要這樣 畢恭畢敬 就是說很多的妹妹剛剛有時候 就盡量避免踩到的話 其實就沒事了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下關 過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一次 ATT4FUN的夜店旗樓 竟然會有五六十個年輕人 率重殆打刑警致死 而且是光天 不算光天化日 應該說weekend的晚上凌晨一點 在信義區還人來人往 而且那個晚上很多 比方說旁邊的電影的 華納微秀 無業場都還在開 也因此車水馬龍 其實人還挺多的 那這一次的毆打刑警的 幾個主要主角 你會發現都是負二代跟黑二代 那這一次的其中一個主角 曾薇豪也被爆料 涉嫌到底有沒有吸毒 他住的那個台北信義的房子 有一個很有名的鄰居房主名 前兩個禮拜才被逮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13號凌晨3點多 曾薇豪 劉欣彤一行人 聚集在酒店大廳裡 因為沒有空包廂 穿著粉色Polo衫的曾薇豪 不斷咆哮吆喝 站在旁邊的女友劉欣彤 等得不耐煩 走過去質問男友 這時 曾薇豪伸出雙手 想討個擁抱 沒想到反而挨了一頓罵 就怕劉欣彤生氣 曾薇豪頻頻彎腰道歉 像做錯事的孩子般 但這時的曾薇豪疑似有嗑藥 不僅神情恍惚 還無法乖乖坐好 走路搖搖晃晃 一下子又倒在椅子上 但他還是不安分 照樣大吵大鬧 只見曾薇豪一會兒像伍尾熊一樣 掛在別人身上 一會兒又拉起上衣摸肚子 接著又在門口跳舞 實在是恍神恍得太嚴重 曾薇豪又把女友推回朋友身邊 又一蹦一跳地從後方熊抱 種種脫序行為 看在中山聯盟的眼裡 根本是見怪不怪 朋友眼中的曾薇豪 是個不折不扣的超級夜店咖 揮霍無度 掏錢毫不手軟 就連幫派分子在夜店酒店的酒水錢 也是由曾薇豪買單 而這票朋友 除了回報兄弟相挺的意氣 可能還有毒品利益 雖然被朋友爆料 疑似碰過毒品 但曾薇豪在警方的刑事記錄里 是一張白紙 沒有任何前科 如今為了出一口氣 叫說烙人 釀成一名刑警死亡 不管是誤會 還是意外 都讓他的人生 留下難以抹面的污點 據台北送合報導 好 恭喜 這一次曾薇豪被爆料 這個手上至少有五台超跑 然後住的是台北信義的房子 很有名的鄰居 就是蕭雅軒跟房住民 房住民現在還在北京 還在關 還沒出來 然後這一次也被追蹤 包括這個劉心彤 好像這兩天也有人爆料說 他過去可能是一個傳播妹 我想他們兩個的背景 大家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副 包括這個劉心彤在內 我們現場曾薇豪 他的父母親其實是做燈具的 那這個身價不凡 所以曾薇豪你知道他才幾歲 27歲 劉心彤不過22歲 還在這個文化大學念書 因為幾個學校都被退學了 所以年紀非常輕 可是曾薇豪他擁有 擁有台北信義2.2億的豪宅 5輛超跑 總價值是400萬以上 分別是Benz Audi 雪佛蘭 賓利等等 是登記在父母親名下 而那天出事的時候 他是開Audi 那這個都是對我來講算是天方夜談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車子 然後我們看到他還有父母供給他到澳洲 到美國去讀書 這個一般的家庭可能很吃力 再者他回來以後在公司任職享受高薪 而且最重要是他每一天 你看他這樣子花費 說一個月可以花到數十萬以上 出手都非常大方 他可以讓這個所謂的蕭瑞豪 看到他真的是個富家少年 那不外乎就是出手很大方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包括名表啊什麼 這個這樣的一個形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27歲何以享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是否涉毒啊什麼之類的 那只是一個傳說並沒有獲得證實 導致這個萬少成 說在這個逃亡期間 聽說有其他的訊息 是不是有在調貨等等 這個都沒有辦法證實的 那你相對來講 你看看這個劉欣彤 他們雖然沒有像這個 鄭偉豪家族這麼有錢 可是他們所住的那個房子 雖然是老房子也不錯 那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昨天有被上課上道 就是如果你跟到一個像鄭偉豪 他顯然對劉欣彤 絕對是出手大方 所以你看他 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不管是從監視器 或者媒體起底 你看他身上背的都是名牌 都是名牌包對不對 一個是價值多少多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兩個人他們絕對是 在那一群人當中 受注意的目標 尤其是你監視器一放出來 或許是酒後 你看劉欣彤 要撸起來 那個真的是要半個小時之久 就是要人家去哄去拉 或怎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年紀輕輕的 這麼插足所謂的深色 不是深色 就是是非之地 這個在一般的年輕朋友裡面 說實在的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社會環境 那這個也不能夠作為一個 模反效應 因為你看20出頭歲 難道有人會說 我們也沒辦法過這樣一個好日子 可是跟那個黑二代 或是在這樣一個場所 遲早會出事 事發之後 警方已經鎖定曾偉豪這個人 但是大家都在問說 這個到底是混哪裡 完全不知道說這個人是誰 所以後面他們透過很多管道 然後問問這個是哪一幫哪一派的 完全都不知道 一直到蕭瑞宏出現之後 那時候雖然曾偉豪他自己報何堂 但問題是何堂裡面沒有人認識他 那我就要講到 以前的老一輩的兄弟 跟現在年輕一輩的兄弟 我就比以前老一輩兄弟 完全是靠拳頭打天下 拳頭打天下之後 賺了錢之後 開始慢慢壯大自己勢力 那現在的兄弟分兩種 現在年輕的 我們所謂的大哥分兩種 有些有始終會當大哥 對啊分兩種 一個也是真的打天下 很打天下 另外一個就是有錢 對有錢 那所謂的有錢 有錢是老大 對有錢就是老大 他完全沒有任何實力 我們真的有時候講明白一點 這叫做一日大哥 也就是說今天有錢 他就當大哥 明天沒錢就沒有人理他 那曾偉豪他就是因為太有錢了 所以他每天帶著 因為蕭瑞宏本身 他在酒店有做幹部 他就是在這經潮酒店做幹部 所以曾偉豪常常去那邊消費 他早就已經認識他 因為你知道 九天幹部最知道你這個金主的實力 對 因為每天晚上花多少 然後或是簽單簽多少 他撩若執掌 看你怎麼出手 所以後面他跟蕭瑞宏熟了之後 然後才進而透過蕭瑞宏 介紹其他的兄弟認識他 像包括周育騰也是 都透過這一個城管道認識 所以這群人 扒上他之後 每天晚上就是跟著他在酒店喝酒 對 吃大餐 然後晚上到夜店他全程招待 所以自然而來一群小弟就跟著他 所以變成他走路開始有風 他就自以為自己是大哥 對 他根本沒有拜過堂 他根本不是幫派分子 只是他周邊這些人 路堂還要拜堂 要啊 路堂 怎麼拜堂 以前是有很正式的一個儀式 也就是說要幫主 幫主或堂主在 然後還沒有玩到以前 所謂的煞雪圍魔那種程度 開箱堂 等一下今天假設我是堂主 你是小蛋 你要拜路堂 你要怎麼拜 你要現場跪拜啊 拜堂主啊 然後拜大哥啊 就是類似那種三桂九寇那種跪拜 對 一個禮宿載 那那個行李如宜 行李完 才算是真正的路堂 對 你才是我們幫中的一份子 對 你才是我們幫中的一份子 你要經過這個程序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現在程序是什麼 我現在程序就是 我鈔票丟出來 然後隨便報 對 我是什麼 洋堂 海堂 河堂 平堂 信堂 都亂報一通 對 可能跨幫派 就是每天自己亂報 誰跟著他 他就亂報 所以現在國內很多富二代 剛剛林冠你自己也提到 有些富二代 彬彬有理 形勢低調 但是像曾蔚豪這種富二代 他就是從小在國外長大 然後身上拿著 NBC這樣 在家裡公司任職 拿著一大把錢 然後不知道幹嘛 然後突然間有一天 去出去揮霍之後 發覺原來不是錢 只可以喝酒買女人 原來我可以買很多兄弟 我只要走到那裡 前呼後湧 然後大哥長大哥短 原本那很寂寞的心裡 突然間 哇塞我變大哥了 我才發覺我有那麼多人 可以運用的時候 我說那個霸氣自然就起來 那個叫傻霸氣 就是傻霸氣 傻霸就起來 傻霸氣就起來 然後就常常犯錯 我問九尼 你在夜店是不是看到很多 類似這樣的 凱茲富二代 你知道嗎 其實在夜店裡面 大家去玩嘛 那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富二代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以後 你會分兩種 就像我昨天講 你很彬彬有力的 那種就是富二代 可是就是有這樣子比較兇 然後他也喜歡走路有風 然後可能跟隔壁說喝了酒就會吵的 這叫富二代 惡劣的惡 但是那種富二代 他們通常就是 他的出手真的比較大方 國大方 開香檳很大方 對他最起碼 一來就是一手 那一手他還不是只是開香檳 因為他覺得開香檳 這真的是太普通人的行為 他一定要開那個香檳網 就是我們所謂的Don't bury 香檳網 我記得你說一支要幾萬塊 如果我們香檳網 現在分兩種 一種是你很大支的香檳網 那種叫四萬五的 那如果小小的七百五 但是因為是年份比較好 然後本身等級也比較高 那一支的話是兩萬 但是那是七百五十萬而已 那你要知道嗎 等一下那你如果來兩萬的 來個幾 比方說一手 一個人或一支就好了 那很誇張 就四十萬 對啊那光九千就幾十萬 而且還有些人 他可能還要再吃一些東西 可能裡面一盤薯條 三百五百這樣子 而且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單子一看 那個最貴的東西叫可樂 可樂你知道為什麼 那有時候他可能倒單一半而已 就服務生就一直給你收 一直收 水也是 那你知道有時候 一結下來水跟可樂五十坪 可樂也是兩百兩百五這樣沉 所以一天單子下來 其實你知道嗎 真正的那種花錢不會眨眼的 他根本不會去看單的 那其實店家也是覺得說 今天我跟你夠熟 那我自己會把這可樂跟水 去招待掉 但是通常會去開香檳的人 他根本不會去在乎這種小東西 開香檳的沒有在乎喝可樂的 對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人他們為什麼要開香檳 最重要是女孩子 尤其現在女孩子 他們不會跟你喝什麼威士忌 你的意思是說 夜店的正妹 在夜店裡頭也在看 看哪個包廂的正 或者看誰 桌上香檳多 那如果很窮痠的桌上都可樂 啤酒 啤酒調酒 因為有些妹 她是自己靠到某些桌子上面 那她看到某些包廂 某些人的桌子 她完全看你桌面上有什麼貨 香檳 而且香檳還是我剛剛講分等級的 如果你只是一拍的 你只是弄某些是四千多塊的 她根本就覺得你就是一般客而已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夜店裡面 你一定就是有這種香檳塔 它有一個環境讓你去擺 你開了多少 很多人都是瓶子喝完 不是要收走嗎 她不是 她就整排 這樣很像我們在那個拜拜 不是用罐頭在後面 所以這就是顯示它的財力 顯示說我是不是在這裡 很夠份量 那也有一些人 要辦生日要辦派對的時候 然後那個排場很大的 那你知道嗎 他們最喜歡辦的排場 就是他們的超跑巴 你看這些有錢人 你看這個曾先生 曾薇豪 他也才幾歲 27歲 他就開奧迪R8 R8最起碼也是八九百萬塊一千萬的車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Lamborghini的車隊 他開的真的算是牛魔王 那個是不能化牌的 什麼叫牛魔王 大牛的多高等級才算牛魔王 他這個的話算是限量的 就是全世界可能就這麼幾台 台灣就這麼一台 然後他還是用那個 算是隱形戰監的那種烤漆 你知道嗎 這一台的話在國外的報價 進來 我不知道他到底買得多 因為他是不能化牌的 所以到底他稅金是爆多少 那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至少估計是四五千萬以上 那你知道他們最好玩的是什麼 你知道華拉威修那邊 但是全部都是紅線 是不能零停的 沒錯 可是他們把車開去 他們一方面想 我車那麼低怎麼可能開到地下室 那我一定是停在路邊 那你知道那些排隊的人一看 哇 你們就這樣子 紅線一拉就進去了 那車就丟在那邊 我們看了他也不舒服 那你知道好龍兵有一個1999的專線 就是讓你市民打電話去檢舉的 這些人然後就開始 旁邊排隊的有些人看得不爽 看得不爽就覺得你這台大牛 你該往路邊轟停 我只是剛好去拿一個蛋糕 送給樓上的朋友 上去坐電梯 因為Paul也講過 電梯一上一下 最起碼二十分鐘 下來單子就在那裡了 所以說這些有錢人 他根本不在乎 他也知道會被開 1999一打了以後 警察來了 開了以後 後來他們才摩車騎回去 派出所又打說 又有人舉報了 他又騎回去 那些現場民眾所信也不排隊 也不想說我什麼時候上去 他去那邊看警察 你到底多久要開一張單 那這時候這個安管就緊張了 就說那我這些客人也是我的貴賓 那被開單我要上去跟這些人講 這些人講說開就讓他開啊 那開單能多少錢 了不起對不對 一個小時十分鐘讓你開就是六張 七台車 七乘以六四十二張 那他們在上面你不要多啦 玩個三個小時 那你看一兩百張 那也幫市政府 我進了大概五六萬塊的帳嘛 好 他就懶得付停車費 他就把這個罰單當作他的停車費 他不是懶得付停車費 他是把它當作一個展示的費用 他是不在乎啦 對 那個算展示 我先聽懂啊 他要展示他的超炮 去市政府的路啦 展示我的車給你這間妹看 然後我給你開沒關係 看你能開多少錢 反正十分鐘嘛 他不能一分鐘開一張 他十分鐘才能開一張 好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一次ATT4FUN呢 四間夜店沒想到聽說 一個週末的晚上的生意 都是幾千萬以上 然後呢也因為黑白兩道 都想要涉足這個龐大的利益 最後衍生了這個命案 那瑞德 過去台灣社會只要是殺警 你說有很多次的案例跟故事 真的下場都不好 對 沒有錯 而且這次發生事情 信義分局的偵查隊等於說刑警 你記住他是休假的情況下去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休假就休假 在家裡陪孩子老婆 為什麼要出來呢 那你要知道 刑警他們的每天24小時 是輪班的 所以他生活做起不定 還有他的休假是用牌的 他不是像一般的人週休二日 所以他習慣那樣的生活 有時候你如果連休兩天 他好像無聊 那會出來走走 大家約出來走走這樣子 那走走的過程當中 但是他忘了 我休假的時候 身上少了一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警槍 你知道嗎 因為休假的時候 刑警跟警察也好 他只要回去 下班的時候 必須要登記 然後把槍給交回去 他不可以帶槍 下班還帶著槍到處跑 全台灣只有少數幾個案例 比如說李復興 被陳辛花嗆聲 是24小時配槍這樣 那你一旦休假 身上又沒有槍 可是你自己 還是那種哭聲 你知道嗎 你還是覺得 我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警察 那麼就會發生事情 為什麼呢 在兩年前 在台北市的中山區 他是台北市中山區 派出所的王姓警員 那麼他休假的時候 跟著朋友 到一間Piano Bar裡面 去喝個小酒 放鬆一下這樣子 很多時候 很多的恐怖的槍戰 命案 都是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上面 引發而生的 為什麼呢 只不過那家夜店 其實那家Piano Bar 其實來頭已經滿久了 他最早是一個藝人 已經去世的藝人經營的 他在地下室 結果地下室 是不是要走樓梯下去 走樓梯下去的過程當中 雙方走過 擦身而過的時候 肩膀碰了肩膀這樣子而已 肩膀碰了肩膀以後呢 然後是不是我們會 看一下對方一眼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 你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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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什麼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所以無緣無醜 只是有點像擦肩而過 沒錯 然後不小心撞到 撞到 不小心撞到就可以立刻擦下方 沒錯 對方四個人 那麼對方一個黑道分子 帶了三個越南來的一個小同鄉 等於說那個留學生小弟就對了 結果呢 就這樣而已 我要在我的三個小弟面前 尤其是越南籍 台灣等於說讀書的 我要在他們 平常跟著我吃吃喝喝的 我在他們面前要耍壞 對 那這個王姓菊跟他嗆說 我是警察 然後他心裡想 你是警察 我跟你講最怕這樣的人 為什麼呢 不能沒有面子啊 他就把槍拿起來 對著警察就開 這個警察當場就被打死了 然後他的朋友 他不是跟朋友一起來嗎 那個朋友被打 後來送醫院 過幾天也是死掉了 一個人 一個傘 擦身而過 肩膀碰肩膀 兩個人死掉啊 後來也有抓到 也有判刑 判了一個無期徒刑 那這個曹熙 黑道有的時候在打打沙沙 因為這一次出包的 至少媒體跟整個新聞事件發展 點名的是何堂 何堂 何堂聽說在竹簾裡頭 算是數一數二很凶狠很厲害的 很凶狠很凶狠的 何堂過去在整個竹簾 這樣的一個過去的歷史裡面 是以彪悍出名的 但是問題在這裡 出了一個叫做人堂裡面的紅人會 紅人會是屬於這個人堂裡面的 他們紅人會都一些年輕人出來 那麼他們已經開始在1991年 九年年代的時候 開始賣什麼 賣那個搖頭丸 吃九年年代的時候 開始去這種酒店裡面 吃搖頭丸 然後賣搖頭丸出身 搖頭丸好不好賣 利潤之高 所以很快的紅人會 這些小朋友們 開始開超跑 開始有錢 開始怎麼樣 開始買槍 所以紅人會後來變成 因為賣藥之後 他們擁有強大的活力 然後江戶上聽到紅人會 退避三省 因此這樣有了毒 那麼又有金火之後 開始怎麼樣 各個酒店開始說 你藥 你要買 你不買 我們大家收拾看看 所以各個包括天大的也好 竹田也好 四海 所有酒店的通通要賞他的光 買紅人會的這個藥 藥頭介入其中 問題來 核糖也不是三角貓 你賣我的藥我買 有人反映說你的藥不存 這個時候犯了大忌 你賣藥 誰犯大忌 賣藥的賣不存的是大忌 還是說直接反映這個是大忌 江湖大忌 我跟你要 我是用錢給你買 你拿的給我是麵粉 那還得了 或殺人 或死人 所以後來進行談判 河棠跟紅人會的人進行談判說 你賣給我 我也是跟你散光 你如果跟我們賣不存 我們很樂趣 河棠說怎麼有可能 就是親愛公共 然後兩個人 就一步一步 開始打仗 好 這個時候河棠有一位大哥 那麼就炒完架 談判破裂之後 就到基隆去參加中堂 出聯邦中堂一個大哥的 親戚的一個工具 結果路上走 他想沒事啊 我河棠開玩笑 結果這個時候 紅人會的人 就跳出來指著他說 就是你啦 就像今天這個酒店一樣 就是他 所有的小弟拿著甩棒 拿著棒球棒 一泳而上 三十幾個人 就這樣子要圍這個大哥 但這個大哥 還好旁邊還有幾個小弟 馬上小弟衝出來互惠 所以之後就演變一連串 河棠跟紅人會之間的打打殺殺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結束 親眼看過最白目的一個好笑的故事 是那個時候大家 我們在夜店報相的時候 是大家朋友在談事情 然後在喝 其實也有一些所謂的 中央級的人士 忽然就有一個老外就跑進來 然後那個老外 醒來就已經喝醉 然後喝醉以後 就抄起我們那個 上面放了很多酒 比如說香檳什麼 直接說 乾杯 然後自己就喝了 大家還在瞳目間的時候說 這老外你熟了嗎 你熟了嗎 大家都沒熟 還沒在意識過來的時候 他已經幹掉我們一瓶香檳 然後一瓶大概四五千塊 已經喝掉 然後喝完以後就想說 沒關係算了算了 就是沒事嘛 大家就讓他走掉 我們還有事情要談 沒想到接下來 我們做了一部動作 我們大家都傻眼 他已經喝醉了 就把他的拉鍊拉開 然後我們剛好最旁邊 是我們有一個大哥的女人 帶著一個薄金包 就往那個薄金包 上面往下面尿下去了 薄金包當尿筒 我還記得是粉紅色的薄金包 薄金包 對 然後那個老外 就把他當成尿筒 直接就啊 就這樣尿下去 就感覺很爽 當場全部人 所有的人都傻眼 你知道嗎 然後後面外面的人就說 不對了這樣 一開始就把他推出去 推出去以後 小弟竟然就開始在那邊 亂拳 然後被打以後 那個老外覺得不太對 自己也被嚇死 馬上衝出去外面 然後當場去追 因為這個薄金包 也要三十幾萬一百萬 而且這是面子問題 這不是錢的問題 一路追一路追 沒想到老外還跑蠻快的 真的是比較高大 然後跑到東區的一間廟裡面 基本上 跑到廟裡面 對沒錯 跑到廟裡面 躲在那個廟裡面 好像是還在躲在那個 供桌底下 跑到廟裡面以後 大家就找不到 後來你看到 這個在東區的 有一個很小的一間廟裡面 常常有一個老外在做義工的 就是那一間廟 然後那個老外 就是那個 之前放過這個老外 感謝神明有收購他 真的 那兄弟 夜店不是只有男生會比行頭 很多女生出門也是行頭超誇張 當然 剛剛Paul講這個薄金包 那個就是 大家背包出去就是 你不是只有薄金就算 你還有顏色 還有你的皮的皮種 那你知道嗎 在夜店裡面 不是有地寶幫之前已經穿過嗎 你知道地寶幫這些人 跑到夜店裡面 他不是說哥們我們這樣在一起就開心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姐妹會的人 那這些姐妹會的人 地寶也有姐妹會 不是 他們不是地寶幫的人 但是地寶幫通常都跟這些姐妹會的人 地寶幫的男生的姐妹花 對 那姐妹會裡面的成員非常的多 有演藝圈的 有模特兒 然後還有一些名媛 甚至也是一些附帶的千金 但是他們共同的是什麼 他們都喜歡 背很棒的包包 然後他們會拍這樣 一排十幾個女生 然後幾乎都做出 這種中國小姐選拔 同樣的動作 只差沒有穿其包 然後每個人包是什麼 就秀出來給大家看 那大家也會覺得很好奇說 為什麼這樣的女生 會常常在夜店 你知道夜店 地寶幫這些人都是什麼 就是作手 就是股市的吵架 甚至一些金主 那你知道這些女孩子 他們沒有固定的收入 你說真的 你們看他們背這麼樣的包 你以為他們是被包養嗎 沒有 你以為他們在酒店上班嗎 沒有 他們其實也都是跟這些人 一起在做這些 所謂的炒股的動作 為什麼 你知道這些女孩子 其實他們在夜店 都有所謂的 愛慕者跟追求者 那你知道他們平常 跟這些公司派的人有交往 跟這些金主有交往 跟這些炒手有交往 當他知道 他們要特定 做哪一支股票的時候 他們先自己進去了 把錢放進去 因為本身自己 可能也有點資金 家境也不錯 完了以後 他可能再跟其他曖昧對象 或跟這些想要追求他的男生 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有一支股票 還不錯 會動了 那事實上 也看了大概有幾天 有在走 有在往上走 那他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你看 一個女孩子比較多 有五個愛慕者 願意聽她的話 你知道會追求這樣子 背薄金包的男生 也不是那種小朋友 少說拿個五十萬一百萬出來 買這支股票 是很基本很簡單的 所以很多都股票的外圍 那你知道嗎 地保幫可能是股票的主力 或者是核心 但是外圍的 就是蛋白跟蛋殼 對 那你知道這些人 你看我們算 二十個女孩子 乘以五個愛慕者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不多 拿個一百萬出來 那是多少資金 一個小股本 了不起兩三億而已 你這樣子這個資金進去 往上拉拉拉拉 拉到一個程度裡以後 可能這些愛慕者 旁邊又有一些 他要再把的妹 他又再告訴這些妹 所以才會造成那個時候 那一支股票 就是吃麵包的股票 為什麼有妹被卡住了 就是這個邏輯 有妹跟著做股票 但是妹搞不好 被人家養套殺了都可能 就是沒有被薄金的那一種的妹 就是會被養套殺了 好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9月18號 今天一早 柯文哲出來召開記者會 然後他記者會的聲明稿 其實就是這兩天外流在網路上的聲明稿 最主要的內容他是說 台大根本公款公用MG149 不可能流到他個人的口袋裡頭 然後他強調的是 這個廉政寧為了選舉 是不可能複製宇昌案的結果的 而且他最大的反擊是 他今天不但公布了這十多年來的 扣角平單跟MG149的細帳 而且要求廉政寧一並跟著公布 那選戰到現在只剩要倒數72天 現在柯P團隊算人一整天的仗之後 要改算雙文的 一場選戰到最後會變成算賬嗎 算賬的結果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嗎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張碩文同學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劉文雄同學 大家好 好 楊世秋同學 大家平安喜樂 好 何鋒文同學 大家好 好 再來是黃創夏同學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好 倒數72天呢 今天一早 柯文哲站到火線第一線 他開了記者會 我們先看他的原文怎麼說 連勝文先生連續兩天質疑MG149 也替羅蘇雷背書 我要鄭重的呼籲 請連勝文先生 不要躲在蔡振元羅蘇雷的烏賊戰後面 也不要躲在家族和政黨的保護傘之下 現在我柯文哲正式上場和你對決 請你不要沾躲 我建立了一個公開公平 互助互利的制度 讓醫療研究可以永續經營 我希望MG49是一個新的典範 掃除了白色巨塔內的黑暗面和沉沉的剝削 然而 一個理想的制度 卻因為柯文哲要參選台北市長 而造動抹黑與打擊 我要在這裡警告林勝文先生 你可以複製宇昌案的手段 但是你沒有辦法複製宇昌案的結果 因為台灣人民不會再受欺騙 我要請教林勝文先生 你開保時捷 名下沒有車子 你住在地堡 名下沒有房子 你連家有這麼多的投資公司 從來不知道財產的來源 我要請教林勝文先生 你敢和柯文哲一樣 公開競選經費 財產所得 即所得嗎 你花了上千萬買媒體廣告 可是從來沒有公布 這些競選經費從哪裡來的 你們連家有什麼資格和我談 請你們 好 光信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今天一早柯文哲站到火線第一線 他的演講稿果然如這兩天外流出來的聲明稿 一模一樣 那他從頭到尾公告自己的第一個 所得稅的扣角平單 第二個 他公告MG149的劉盧毅的帳戶 然後緊接著下來 他就請問 連勝文 你到底繳多少稅 你們家的投資公司的帳目 可不可以也公告看一下 對 上個禮拜 兩位候選人做財產申報 也在同一天 羅淑雷丟出來MG149帳戶 質疑這個柯文哲他的青年操守的問題 甚至上綱到說他涉及貪污洗錢 協助他人逃漏稅 那今天呢 柯文哲這個重炮反擊 這是財產申報之後的真正的重頭戲 那他定位這次的這個記者會 四個字光明磊落 這個看板掛在最後 掛在這個他的身後是非常清楚的 而他這個演講稿其實 就是昨天就流露出來了 我們現在已經不管那個什麼技術問題了 至少他在24個小時內回應 這個記者會呢 他首先定義對手是什麼樣的一個集團 是個烏賊集團 是什麼樣的烏賊集團 是假面包 假藥 假ID 一連連會心也打進去了 因為假面包是連勝文站台嘛 胖達人 然後假藥是連會心 假ID是最近兩天 就連勝文 他用別人的帳號登記等等 對 把他界定是一個烏賊集團 那這個直接跟這個連勝文叫正 說不要躲到蔡振元跟羅蘇雷的後面 好 這個定位清楚之後 接下來就是個人的財產大戰了 那柯文哲一如他昨天流出來這個 聲明稿裡面所提到的 你看後面那個密密麻麻 說實在的我們沒有一個人 會去仔細的去細看 哎呀你幾年 講了多少歲 你幾年怎麼樣 或許有人會有花這個功夫 但是呢至少柯文哲公布 18年來的 從民國84年到102年 可以公布的包括 所得稅的帳冊 包括他太太的也一併在內 所得稅的申報包括扣腳平單等等 他還比連勝文多了一個 叫做什麼 多了好多個啦 就是競選經費 對 那相對來講他跟連勝文校正 要他交出幾個東西 一個是競選經費的帳目 我們先不要管其他他會不會 我想可能性不大 但是競選經費他就滿頭包了 連陣營你們敢公布 你們此刻花了多少競選經費 人家公布了嘛 再者才是你的 財產清單啊 歷年所得稅清單 他沒有講說你要從幾年比照我 他說你歷年那連勝文你可以啊 你三年也可以啊 你今年也可以嘛 你總之拿出兩個來算算給大家看嘛 再者還有你公布 你自從畢業 因為最近有人這個質疑他的學歷的問題 從你畢業在哪家公司做什麼工作 拿了多少酬勞 我講 瑞士清單 他在那邊實習半年 摩根斯坦利幹了四年多 這個記憶亞太公司他自己自創的 包括Everstar是他募資 我一再質疑是說 難道從2005年成到現在 你們公司都獲利了好幾個七百萬美金啊 都已經兩億多的 這個至少我們解算 兩億多的美金了 你怎麼財產申報 還財59萬新台幣呢 那你是不是 好啦不求多啦 你去公布Everstar嘛 對不對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反走過 連勝文都沒有留下痕跡 更喔黃潤他跟人家 從他這個年輕時代就牽扯在一起 他做了投資公司的董事 他的車子可能是基金會 掛在基金會名下的等等 所有東西 連勝文你接得了招嗎 這是我們一個問題 但是今天柯文哲對於自身 還有包括他也公布那個劉如意喔 他們整個MT149的那個賬戶 收多少錢出多少錢 人的部分我相信這個柯文哲是歷來 用最高道德最嚴格的方式在檢驗自己了 歷來沒有過 我也想說後面不曉得有沒有 講真的啦 拿扣角平單都不容易了啦 何況是拿十多年的扣角平單 那我一直鋪陳人的問題 他解釋得非常清楚 這已經超過一般我們對政治人物檢驗 但是他今天俠中有俠 他去捍衛台大的這個制度 這個制度郭正亮立刻在網路上PO出一個 其實也深得我心 柯文哲是清白的 但是制度面 你能為台大背書嗎 台大可以收廠商的錢嗎 你們自製訂一個內規嗎 包括榮總三種自製公立醫院 國家說都沒有這種制度 包括施力長跟馬街也發表言論是說 不認同台大這種制度 所以柯文哲不應該去為台大背書 你縱使有情感面你為台大背書 相對來講台大沒有為你背書 然後相對來講羅書雷今天也被打爆了 而好玩的是我最後一句話 連陣營不敢認領羅書雷 那這個戲怎麼唱下去 我第一次聽的一分是大眾 是聽到光琴講的 可是當時我們又聽到一個新聞說什麼 說我好可憐 我那個時候才知道人間冷暖 700萬美金的投資 知道人間冷暖 我請問在座有做生意的請舉手一下 你們有籌過700萬台幣嗎 不容易啊 因為700萬美金怎麼剩下59萬台幣 59萬台幣 59萬 就貸款700位還有點人事關係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剩59萬這個絕對說不過去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陽光不煩 其實不是重在說你的財產多還是什麼 你有沒有誠實申報 我再一次說 可是社會輿論現在的壓力 會希望看到連勝文的扣角平單 怎麼辦 一定完蛋一定沒有 怎麼會沒有 五月份才報過稅 這個五月份的扣角平單 現在應該都還在 如果不在 我可以教廉正寧一個方法 跟國稅局申請都有 而且最近幾年都申請得到 因為那廉正寧有人說 五年內都可以申請到 我講的啦 我講的 我們公佈 其實在這個法令規定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已經公佈了 那當然大家對車 懷疑他沒有車 那我也解釋過 車子早就賣掉 那那個休旅車是用這個公司的 那至於說他為什麼只是投資 一個五十九萬台幣 然後他的資本額是 將近兩億的一個公司 那我不曉得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 財產申報法裡面 沒有要求說 如果是他用其他的投資公司 去投資 他不用在我們的申報裡面 來註明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當時創辦的公司 你的意思是說 他還有其他沒有報的投資公司 我不知道 因為投資公司不用申報 沒有讓我看 今天你們拿出來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申報的東西是這些 那在我們反規來看 柯文哲今天的記者會 他所公佈的 所得扣角平單 請問一下 跟他 大家質疑對MG149是什麼關係 沒有他MG149也公佈了 他工作金庫的劉如意的帳戶 也通通都公佈了 他是同時都公佈 他背後那堆秘密麻麻的表 是MG149的表 除此之外他加碼公佈扣角平單 就是說他個人的所得 順便加碼公佈 扣角平單 我有問過 就是說其實 每一個你如果不見 或者是你要補腳 或者是他要追溯 是五年啦 對 那他拿18年他只是在炫耀說 他們兩夫妻真的是蠻會賺錢 很辛苦的賺了一億多 不是 我相信是這樣子 一億多是我賺的啦 他們自己也是這樣子賺嘛 一億多嘛 那 柯文哲他對MG 柯文哲要表達的意思 我認為是這樣 他十多年來的報稅資料 因為現在羅蘇蕾是直接影射說 MG149有沒有留到他個人 留到他個人 只要在柯文哲名下都要報稅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要公佈 十多年的報稅資料 他要舉證給你看說 我柯文哲十多年來 每年所得多少 報多少稅 那我相信他的所得憑證裡頭 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台大的薪水收入 可是台大薪水收入以外 他maybe還有別的收入 比方他出去做演講 或者他如果寫一本書 都可能有版稅嘛 寫稿子都可能有稿費 但是他其實要強調的是說 我十多年來我的付出 我的所得是什麼 所以我能夠累積 這夫妻的財產是這樣 他把十多年來 完整的拼土把它拼完嘛 那他回問的是 請問連勝文 比方說我作為納稅義務人 其實我很好奇他講我多少歲 連勝文從1997年 搭在四個地區五個公司任職 那他從2009年回到台灣之後 在悠悠卡公司 其實他對這個財產申報的部分 也曾經受到很大的檢視 議會的檢視 那如果說真的要要求 不是就是說 如果柯P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解釋清楚 然後他也希望說連勝文拿出來 那我覺得連勝文是準備好了 他也請 真的嗎 請面師 請外計師 所以這個申報的稅單 其實都已經有準備 對 從他宣布初選 那一天開始 你身上還有什麼職務 先放氣洞而已 以後就變穩定了 真的 連勝文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接受之意了 那同樣的 我也希望 就是說 我今天看不到 他對他妹妹柯美蘭的部分 去做任何的解釋 他可以蒐集 就是從民國幾年 84 84啦 民國84年到 102 102的扣角平單 扣角平單 他說收集喔 現在只是好像有一年 他好像還找不到 那我要請問就是說 從柯美蘭他93年到96年 只有三年的時間 那這三年他所有的紀錄 他說都忘記了 他可以紀錄自己18年 公家的MG149的工帳 他的評據什麼都沒有 不見了 忘記了 用這樣子來交代是 所有市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這一點我希望說 他是不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來補充他的這個澄清 那第二就是他是不是有請廠商幫忙收集這個發票核消 這個問題他也沒有回答 第三呢 就是說他拿這個拿假發票去核消 是不是有違法 第四我們可以接受以前的這個 我們無法接受以前的紅包文化 那可是如果說現在把它成為基金 然後由這個業者或者是廠商 來捐助到這個基金裡面 然後再由他們請廠商來報核消 要把這筆錢拿出來 那如果這樣子 是他所謂的這個青年光明磊落 他只能被考驗 那你必須把這些事情全部講清楚 好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關護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個距離投票只剩下倒數72天 那柯文哲今天一早親自召開記者會博文 柯文哲的說法是說MG149他完全公開 所以他記者會背後的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表格 是MG149的劉盧毅的帳戶 他說他合作金庫的存摺都給大家看 給大家拍 那我還看到一個合作金庫的存摺的這一個圖片 那現在要對照的是這個連鎮林 剛剛張碩文的回應是很有可能會公布 律師跟會計師簽合之後的稅務資料 我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今天柯P做的 我不敢說絕後 但是以台灣政治人物來講絕對是空前 他以一個素人參政 坦白講前兩天羅書類委員是要他什麼 你公布什麼劉如意的帳戶 他現在不是啊 他不但全部公布 他連他自己私人的帳戶全部公布 而且所有的扣角平單全部都公布 那我們為什麼說今天的太陽很陽光 對柯文哲來講 這個就是選民要的一個陽光的狀態 相較於其他的這個候選人 我就講連勝文好了 連勝文坦白講 我覺得他今天根本沒有任何資格提出任何質疑 為什麼 你先比照再說嗎 你先比照這樣的條件再說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今天 這個當然我不是針對蘇文兄 蘇文兄有他為難處 今天連陣營進來還說 柯美蘭什麼你要補充說明 你今天有什麼資格要求人家補充說明 今天過去你要求人家提供的 他不但全部提供 而且還加碼 甚至人家連競選經費全部都公布 而且是細項羅列全部出來 請問你連勝文到底做了什麼 我跟大家講連勝文 我當時看到他財產公布 我真的是嚇一跳 連勝文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連勝文會比我還窮 我至少還有車子 我至少還有房子 連勝文名下沒有車子沒有房子 你會相信嗎 那我覺得你有車子 不管你是代步用也好 你自己用也好 或者如何 你何必你的車子 你明明自己要用的車子 你要去登記基金會 或借親友的名義幹什麼 你的財產連車子都沒有 你說要弄得這樣陰陰暗暗的 我們會相信嗎 不是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他曾經受到槍擊案 所以說他或許 我沒有問他這個問題 或許我們要去思考說 他的隱私 因為如果說用他的名義下去 很容易被跟 沒有沒有 這補充我個人的意思 這個我覺得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或者台面上任何公眾人物 誰沒有說什麼安全上的引誘 誰不會擔心自己的隱私受到什麼 可是你今天 連一個基本的代步車 你說哎呦 對不起我名下沒有一輛車子 我名下沒有房子 可是大家都知道你住地保 光是這樣的財產公布 你會相信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真的連陣營 沒有資格再提出 任何對柯P的質疑 因為柯P對你過去提出的質疑 不但提供而且加碼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連陣營 你要不要比照嘛 不要說18年19年的扣角平單 坦白講柯P今天這樣做法 我自己都覺得很意外 因為你要我去找說 不要說五年前 你要我找三年前的扣角平單 我都快找不到了 他是公布18年來 所有清清楚楚的 那為什麼柯P今天這個動作 很有說服力 因為等他公布所有帳幕之後 再比較他的財產公布 大家會覺得怎麼樣 相符的 不會太離譜 可是對不起 連勝文 你今天所公布的這些所有的財產 就是賬面上這些財產 而且這些財產我們都還質疑你 真的只有這麼少嗎 你光公布這些財產 背後大家對你的質疑都一大堆 那請問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還能夠要求 柯文哲你要再補充什麼資料 拜託書文兄 真的不必要 一切都是連勝文的錯 通常說他有八千萬也不對 他有一億也不對 他有十億 我跟你講大家都說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說 你們可以用包容的態度 來檢視柯文哲 那這個不是包容的態度 說很像 他公布所有18年來的購獎名單 他今天公布的這些跟所有羅蘇雷或蔡正元他們對他的質疑的部分 或者老百姓對MG149的部分 他其實他是回避的去公布他的 他所有帳目公布 他說公帳喔 可是他沒有針對他MG149來做解釋喔 可是他自己的個人帳目也全部公布喔 對 全部公布喔 說整公MG149 我跟你說 你如果MG149裡面的錢 你聽我說什麼 MG149裡面的錢 如果他有辦法裡面運用 那他有可能在他的扣... 那個... 鎖的扣腳平坦 那個... 沒可能那是外樓嘛 嗯 所以算整個算 欸 你聽說的錢 啊 輸的你叫槍槍槍記錦裡面 你車很大 算都補這個裡面做好消 那這樣怎麼有公平啦 一樣的意思啊 我說... 等一下 然後會不會是議員 國民黨籍的啊 沒有...等一下... 剛剛說完喔 你講說他這麼大了 算都補這個小 我覺得你這個有點 你真的要負這個原則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支出使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負責 那另外就是說至少我們今天看到 所有柯文哲的帳是清清楚楚 裸列出來 我們就用相同標準 不用雙同標準 要求連勝文比照就好 我必須要在這裡可以斬釘截鐵的講 NG19如果拿在法律之下一定有瑕疵 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證 他絕對接不起檢驗 問題是什麼樣 他是一群人 你就沒責了 我很坦白講 他是一群人 他絕對 我再用絕對來形容 絕對有瑕疵 而且他是一群台大主治醫生 你如果把一群台大主治醫生 全法辦了以後找台大哪個醫生看 因為這個是一個白色巨塔裡面 過去幾十年來的一個黑箱 這個黑箱在什麼時候打破呢 在民國92年的時候 當時張騰從私立醫院過來 有一個叫藥價差 藥價差 這其實跟藥價差 跟所謂的一七一七的commission 是一樣的 那過去92年的時候 當時張騰就來到私立醫院 因為勞保健保給付 造成財政的赤字案黑洞 就要求把這個藥價差 回饋到台北市的聯合醫院 那過去這筆錢在哪裡呢 都在長庚 像我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各位了解 這可能是醫界的一個秘密 坦白講現在都已經拆穿了 例如說這個藥品 他定價是一百塊錢 所以你花九十九塊錢買 就是合法的 可是呢 像長庚 他很可能就來比價 你是六十三塊 你是四十五塊買你的 那這批commission呢 就可以整個長庚醫院拿走 來做他們統籌分配 可在公家醫院 這個藥價差呢 就變成醫生拿走 加上民意代表 現在官說的話 他哪一部分 所以後來張騰到了 92年之後 他跟我講 楊議員 我們一起來大破這個黑箱 所以後來各位有沒有發現 從九十五年開始 鼠立醫院坐牢的醫院院長 超過十個人以上 但台北市立醫院沒有 就是因為他把藥價差全部歸功 後來台大醫院也比照這個方式 就用所謂這種賬戶 把這種類似commission的進來 然後大家呢 因為你去問任何一個 找當過醫生的 他當年出過國 誰幫他付的費 他當年在指一些交際應酬 誰幫他付的費 早期的時候 包括我們台北市立醫院 藥商是直接可以到主任辦公室 跟他談的 現在全部不可以 後來我們在九十二年 制定了一個規範 所有藥商定期在台北市立醫院 某個醫院開會 然後談藥價的問題 所以NG149也就是在藥價差 整個曝光之後 他把它變成了一種公式 但是這種情況 這樣教授所說的 你如果從法律來看 他一定有瑕疵 但是你查下去的結果 就跟當年 馬英九被辦特資費一樣 查去所有的公務員都可能出事 各位要了解 其實在上個禮拜 柯文哲今天的處境 要比現在當時好太多 當時處境動動縮 在大腿底下討生活 還有桂姐說 那時候所引起的公分 坦白講 是造成他選情大幅下滑的一個關鍵因素 但這種叫我所說的 當你是一群人 都共同存在的問題 你針對特定對象 我認為 這個對顏勝文是福是禍 我坦白講 羅蘇蕾到底是幫忙 可能是真的幫忙 但是這樣我所說的 你覺得會不會幫到嗎 我認為會幫到嗎 他這樣子 其實柯批在一屆人員 並不是很好 但是這樣子 反而會讓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為什麼 你說台大會團結 台大反而要挺他 為什麼 他們是全部在這一塊裡面的 共同的來處理這一塊 所以如果追求法 本來沒有要挺科P 因為魔術也這樣打 所以台大要挺科P 我認為這是我的看法 我不見得說代表全部看法 因為他這個基本上是整個 共同 就像當時 馬英九在特資費被所謂起訴的時候 所有公務員反台 因為什麼 大家一個慣例 大家一個慣例 公務員進口袋 後來我記得我95年 曾經檢舉過一個案子 我想立法委員都知道 用小兒機票 報出國公費 檢察官不敢辦 為什麼 他只講了一句話 他辦下去 立法委員的立法院 直接趕在監牢 全部要坐牢 為什麼一群人嘛 這個情況就跟這個一樣 但你真的特定對象 你反而會造成這群人的團結 就像當年特資費 所有公務員反台 這是多年的慣例嘛 你怎麼可以把我弄過來 所以馬英九的特資費 不但沒有造成他聲望的下跌 反而造他上升 這個案子 可是馬英九的特資費 現在有一個替死鬼叫余文 後來余文去坐牢 我的意思是說 我還是講那個邏輯 各位觀眾朋友 你思考那個邏輯 錢是馬英九花的 勞是余文做的 所以說台北市長是柯文哲選 然後把吳憶會拖進來 讓他當壞人 帳戶掛在劉如意名下 我要講的 可是以余文的案例真的是這樣 錢是馬英九花的 勞是誰做 是余文做 還好余文做回來之後 現在還保住工作 不然余文真的是很倒楣的替死鬼 不過余文後來坐牢 不是因為另外那一半特資費 是那一半特資費 他用假票來賺來賺去 倒不是那一半 因為那一半變成了大家的貢業了 所以這個將來我辦不下去 我像調查局都知道辦不下去 這也是個貢業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護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選戰只剩下倒數72天的 今天一早柯文哲出來 告開記者會 果然如同他這個網路上流傳出來的 聲明稿一樣 這個他不但要求公佈了自己的 所有的MG149的細目資料 跟十多年來的所得 跟後腳平單的單據 他同時要求連正寧比照辦理 那同一時間柯正寧跟台大 說清楚了MG149嗎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鄧氏向連勝文下站帖 柯文哲親上火線念聲明 字字堅定 表情嚴肅 我希望MG149是一個新的典範 掃除了白色巨塔內的黑暗面 和沉沉的破銷 這個制度給年輕的醫師 一個方便的環境去發展 的確我們也成功了 我要警告連勝文先生 台北市長選舉是你和我的競爭 請不要傷害台大醫院 也不要踐踏台大醫院 外科家庫病房同仁的清白 因為他們當年救過你一命 當年替MG149帳戶設下規定 科皮背的滾瓜爛熟 後頭背板更直接公布帳目細項 不讓敵手見縫插針 我也要鄭重宣布 選後捐出三分之一的選舉補助款 給台大醫院 專款協助年輕醫師 從事醫療研究 繼續我當年栽培後進的理想與初衷 還有加碼捐款 證明台大賬戶清清白白 甚至連太太陳佩琦都已經背書 在徵得我的太太陳佩琦醫師的同意之後 我也公布我們夫妻的財產清單 以及從民國84年到102年的 所得稅扣角評單 這是中華民國選舉史上的第一次 我再次呼籲袁順先生 請你盡速公布競選經費的細目 請你公布財產的細目 請你公布歷年所得稅清單 請你公布你畢業後在哪些家公司工作 隔空要連盛文跟進公布財產 更宣告余差案結果在他身上無法復制 柯文哲隱忍十天 終於正面迎擊 決定大反攻 接著高倍同學 連續角組台北報導 好創下 我今天講說 台灣社會一場選戰 倒數七十二天 那選戰打到最後變成再算戰 兩個禮拜以來算了MG149 至少我作為一個觀眾 或者作為一個 很有可能是台大的病人 那我某種程度理解了 原來台大還有一個複雜的 402基金的機制 可是同樣的 柯文哲今天也來算帳 他算了自己十多年的個人所得 憑良心說這個資料我是佩服的 譬如說我報售也報了十多年了 但是我絕對沒有留十多年的單據 那你如果要我拿這一兩年的單據 應該還有影印本 可是他一口氣拿十多年的扣角平單 然後直接叫牌說哈說 連勝文也拿出來 你覺得這招有沒有效 基本上如果從選舉的策略來講 今天柯文哲這招是選舉以來他最高名的高招 事實上我們看二十幾年的選舉 這樣一個高招也很少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所以先前的時候跟著莊家對賭 羅蘇蕊丟一點他講一點 他是必死 今天他是攻擊 其實MG19這個戰場已經先結束了 現在變成扣角平單 扣角平單才是主戰場 而這個扣角平單 第一個柯文哲做的一件事情是 先前的時候其實羅蘇蕊在打的時候 有一個策略就是說 柯文哲連帳都不會管 你又怎麼到台北市長 他今天告訴你我十八點都在 代表著我管帳是很細的 這是一個陰媚的印象 他最厲害的是反擊了連勝文 連勝文是扣角平單出來之後 現在連勝文陷入了必死的一個困局 你公布也死 你不公布也會死 不公布七十多天我們就 扣角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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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念念念 念到投票 天天在念的時候你不敢公布 你為什麼不敢公布 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怎麼有這些錢 你的車子 你的房子 你什麼的 那連勝文是必死 但是如果公布了 公布的話也會萬見關心 他一定有資料可以公布的 因為至少以今年來講 五月才報過稅 五月的資料一定還算 不要說公布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預想的 你看他的一個就業狀況 跟他的一個情況 他一定比你繳得少 他一定比各位少 也比我少 到時候是所有的勞工 我每個月 你繳得進來我才22K 我搞不好繳得東西 發現連勝文 你繳得比我還少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才叫做萬見傳新 所以其實柯文哲今天 所以你在預估他的所得稅率 對照他的財富中間 可能會一個龐大的落差 搞不好另外一個貢獻是 大家就開始討論你要稅改 真的啊 因為你會發現 大多數我們這種薪資所得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們的通告費跟車碼費 對 而且加錢是薪資所得 基本上在這個國稅局的任列項目 他是報成薪資所得 所以那個累進的稅率是很高的 他即便報在投資公司 投資公司現在公司的營業稅率是17% 就是說反正假設同樣賺1000萬 報在個人名下 所得稅率去年是40% 今年還要拉高到45% 這是個人綜合所得稅 可是假設你一樣賺1000萬 你是在投資公司名下 你的所得稅率會變成 17% 所以假設一模一樣 一年賺1000萬好了 那公司跟個人 中間就差兩倍以上 所以他一公布出來 真的要討論成稅改 公布的話才是萬見穿新 大家會想說 你想是這麼好的生活 結果呢 就像恭喜講的還有1000萬的貸款 我還要繳這麼高的稅 大家的不平之氣會更高 所以柯文哲其實今天 最狠的一句話 就是說請問 你敢公布嗎 不是 請問年盛文 你們家族除了在台灣奪利之外 你們為台灣貢獻過什麼 如果你公布出來 柯文哲這句話 剛好就直接打上去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是高招中的高招 年聲文現在不要去扯那些 怎麼MG149 不要扯那些 因為柯文哲今天就很厲害 我在台大醫院 我常常去台大醫院要去報到 所以我知道台大醫院 沒有幾個人喜歡柯文哲 但他裡面特別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今天的是羅蘇蕾 你已經把台大醫院 變成柯文哲的後盾 當然我們知道MG149 那些很多問題 但當台大醫院 都變成柯文哲的後盾 而且講更難聽一點 全台灣沒有人 敢得罪台大醫院 因為有一天 我的生命都在他們手上 所以柯文哲 其實現在是 他這一次的攻擊 非常的強烈 而連聲文 如果還在那邊扯東扯西 我看連聲文 展證就是 不是公布死 就是不公布也死 那你們到底真的要公布嗎 這個我會去 回去我會建議 建立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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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沒有什麼 見不得人的 為什麼不 如果是重要的公開的資訊 我覺得都已經是請 會計師律師都已經幫忙做整理了 我覺得是時間點的問題 那當然我覺得說柯文哲 不是說這個扣腳平單出來之後 然後這個MG149就過了 我覺得這樣子講也沒有辦法對台灣的人 好我理解你的意思 扣腳平單歸扣腳平單 MG149歸MG149 而且羅蘇蕾他講的一部分是 就是MG149 他有一部分是在幫他們做這個抵稅的部分 那抵稅的部分 因為我沒有沒有接到這個羅蘇蕾的東西 我只是曾經看過他所講的這些話 那這些東西是不是事後會再丟出來 我不曉得 那這個問題其實柯文哲他自己已經講出來 那或許聖文他也會公布 那你必須要去釐清說 你是不是在這個MG149裡面 你有做這個抵稅的這個部分 就是他所說的15% 5% 10% 他所說的是捐款的抵稅的部分 對對對對對 但是羅蘇蕾說這塊的時候 那相同的啊 你說他們高所得然後應該是 所得稅率很高 所得稅率應該40%或者是30%以上 比較安全 那他在這裡面操作他抵了多少歲 他繳了多少歲 那大家都可以公平來檢視嘛 好 恭喜 其實蘇文兄 我不是針對你啦 但是我指引你在這邊講話的正當性 你都被人家競選總部都除名了 你不要再欺負他了 你不要再欺負他了 你今天看到這個攝影棚之後 你能夠代表連正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一直說這個連勝文他會 你建議他 你可能找會計師律師 你擋得過今天上午啦 你可能下面連正寅我覺得是真正的難關 連正寅的連勝文他拜在哪裡 他拜在說在財產公佈的時候 當那個媒體把柯文哲的部分 因為防止他們自動把他增值了 才把他算出來他財產破益嘛 結果那時候連勝文說什麼 哎呀我真的很好奇喔 柯文哲你到底哪裡來這麼多錢 如果柯文哲哪裡來那麼多錢 你都跳進去要檢驗了 而且羅蘇蕾出來了喔 你們跟他若有事無的 既切割然後又聯合喔 那你至少連勝文你擺明了就說 這個便宜我要佔了 因為他自己跳下去兩次嘛 今天柯文哲有講 你今天如果切得一干二十 他的言論我們 不是我們競選總部的言論 也就罷了 你今天跳下去 你也在質疑柯文哲 那現在呢球丟回來 我昨天用一個形容 羅蘇蕾在柯正寅買了一個地雷 柯正寅現在用十顆炸彈還擊 那我覺得兩種都有一件 譬如說我高度肯定柯文哲 這次的個人財產公布 但是柯文哲面臨到一個部分 如果你做台北市長 你護台大 你同意這個制度 這套制度你以後當了台北市長 可以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柯醫師如果你真的要改革的話 你必須要從你自己內部改起嘛 你不能說台大所有東西 我們兩個綁在一起 所以呢 我就跟他同流合污也就罷 我也稱授這是個理想制度 這是柯文哲的部分 第二個 連勝文他面臨的 所謂的制度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連家嘛 今天連家 像那個說文講的 我很多驚嘆號 我亞裔到幾乎都快站起來了 他怎麼去公布 投資公司嘛 因為連在家族向來 對於他們家族的理財 或者他們家的資產 包括房地產 都用隱密的方式 都用隱密的方式 好 我跟你講 連勝文第一個會被質疑的 我就作為一個 我好歹也是在金融業工作過嘛 我好歹有一點財經的專業知識嘛 第一個 連家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投資公司清單 連家加出來清單 會不會是100間還是1000間 其實我不知道 還是其實只有10間 我不知道 連家 你現在說車子在投資公司名下 可是因為我從帳目上 看不到任何一間投資公司名字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幾間投資公司 這第一個 而且是告訴我 那幾間公司是連勝文的 還是連方宇的連站的嘛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連家到底有幾個基金會 像光基金會 連鎮東有文教基金會嘛 然後過去早期一點 好像連站也有一個對不對 所以連家到底有幾個基金會 這第二個 再來 那你放在基金會 跟投資公司下面的資產 到底是多少 否則你就告訴我 車子在投資公司 這個車子在基金會 我怎麼知道哪個投資公司 哪個基金會 他們家三個基金會 連鎮東連亞棠 跟一個青年發展基金會 三個 那是賬面上的 賬面上跟你追過的是三個 搞不好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有一個東西 那個版面很小 因為今天就有台北市議員說 同樣一個基金會的地址 設立了六個公司 對 我設過Paper Company 你知道開辦群島 你要設公司 你要設一萬個也可以 所以它同一個公司地址 登記六個其實很合理 但是這六個有一些部分 好像也真的是家族關係的公司 可是我們完全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 好像是他姐夫那邊的 是不是 都有 都有 然後也有基金會的 所以光是同一個地址 一共六個 人家從來沒有回應這個社會 那我們家到底有多少 投資公司在投資 我們家到底有多少基金會 因為如果說他有被 質疑說不法 我覺得說檢舉的東西拿出來 具體的拿出來 我覺得他們應該一定會公布才對 沒有理由不公布 不是說很兇 今天是羅淑雷把柯文哲逼到 他是貪污犯 不是 因為柯文哲他說 他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了 因為柯文哲把在場上告到說 已經是不是法律的問題了 是他嚴格檢驗到自己是 一窮二白了 甚至他有相對說 他所賺的錢 有些是看到有人研究經費不夠 他還捐過 他把他的演講所得 他還倒貼過 那你這個東西 你現在不是法律戰了 沒有人去指控 連勝文非法 現在是你們反押逼到這個地步 那我們講說 一個選戰要合情合理 合理公平 你們用這樣一個標準 你逼人家 對不對 那人家你自己也要拿出來 這才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不然羅蘇雷這種污賊戰法 他質疑的某些部分沒有錯 他今天如果只打到說 台大這種制度 你做台北市長你還可以用嗎 我覺得他是打到了 包括卡美蘭 你不是你們科試的這個 你竟然可以用這個基金 包括你有抵稅的嫌疑 從2003年到2007年 這都我覺得100分 可是他硬要去直接去按鈴聲 到人家是貪污犯 你把人家逼到這個地步 你用這個方式去檢驗人家 那你們呢 那是羅蘇雷啦 我跟他講 所以我們出來這招 所以他才講羅蘇雷是在幫忙 還是幫到忙 所以他才講羅蘇雷是在幫忙 他每天都還要看電視做功課 不然我們都不然上節目 因為談這個議題坦白講 對連戰來講是 不是連勝文來講是非常辛苦的 我想從2000年那時候 跟宋楚瑜選的時候 宋楚瑜是後來的新票案 但是他當時的那個連家 如何累積財富的過程當中 就被人家一直追大 後來連送合作 還是在這個議題上 所以我完全無法理解 當時這個這麼好的議題 男女平權動動說 還女人大腿要討生活 怎麼突然峰迴路轉 陷到了一個連勝文 也寫是他們整個家族 在選戰當中最難面對的 平心而論這是一個 我無法想像的 也是匪夷所思的 你的意思是說 選戰的主軸幹嘛變成算帳 因為如果要算帳連勝文 一定更倒楣 也很辛苦非常辛苦 他會在面臨未來更多的一個挑戰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您再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今天一早柯文哲 親自出來召開記者會 然後公布了十多年的扣角平單 跟公布MG149 乃至於這一個幫忙管理的 外科的秘書劉盧毅 在合作金庫的那一個專戶帳戶 那整個選戰真的走到這裡 跨變成算帳了 可是劉文雄同學 你今天是壽星嘛 壽星怎麼看這一筆帳 我們這樣講 這很像國民黨的黨產 你說黨產 誰像黨產 我說連勝文這部分 好 沒這麼誇張 我把它講完了 不是說他數量多少 搞不好也超過黨產 對 包括你說中國的時候 水在手上賣掉都很清楚 那就是說 黨產這事情 有沒有辦法說清楚 幾乎很難 對 可是今天 柯文哲用什麼 用製粉的方式 我跳進去跟你拼 對不對 抱個汽油桶 然後打火機打在那邊 來吧 來吧 好 結果對方不敢來 因為對方後面有20台消防車 他也不敢跳進去 為什麼 他跟國民黨黨產一樣 說不清楚 剛才石修兄 我們楊議員講說 2000年 我說實話 這裡面講個笑話 2000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早上起來就想說 今天要打連戰 打連戰還是要打陳水平 一群人了 那時候都還沒有親民黨 選戰的時候 也沒有人交代我們 就是我還有幾個兄弟這樣 每人這樣幹 後來到了2003年的時候 2月14號 情人節 突然有兩個老先生抱在一起 一個叫連戰 一個叫宋楚瑜 後來周錫委問我說 文雄那怎麼辦 以後我們怎麼見連戰 因為你們以前都說過 人家壞話 對啊 周錫委找你討論這個事 不是 他跟我說他膽子很小 他說怎麼辦 對 那我說沒關係 就戴個假面具 對 戴個假面具就好了 對不對 你就知道這個永遠說不去 可是2004年 我不管你講 今天民進黨有人在這裡 我帶著國民黨 帶著黃德福 幾個人 周錫委 因為那個膽子很小 周錫委 去踢館 到民進黨踢館 為什麼 民進黨把財產的小數點 點了一萬倍 連戰財產突然多一萬倍 我們去踢館 回來這個事情解決 但是你就知道說 這個事情如影隨形 那今天 柯文哲用制粉的方式 來跟你拚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 點到了那個痛處 點到連勝文痛處 你說勝文兄或者連戰先生 他怎麼講 這個時候都很難講 我在猜 如果這個時候我是 蔡振元這些好兄弟們 恐怕要另闢戰場 這個戰場不宜久留 不宜久留 不宜久留 因為在這邊 可是這個戰場一定會消耗的 像我很想要看一下 柯P的扣角平單 真的 我超想看柯P的扣角平單的 然後想看說 原來台大醫生這個帳目 憑良心說台大如果願意公開402 我也想看 因為台大的402 我大概概算過 他也有可能一年幾十億 那個裡頭應該也有很多學問 這個我都贊成 因為很多人 不要說你喜歡看 現在考連戰那些人 不是連戰 就是連鎮營一定很多人 會計師 開始進去跟他查 因為什麼 最好查出一個他講錯話 那就另闢戰場了 可是你知道 你手上拿這個報紙說 那個基金 連這個叫做 連鎮東基金會裡面的 同一個地址設六個公司 六個公司是家族相關的公司 我知道 光這個又說不清楚了 我們常常聽到EvanStar對不對 對 EvanStar專家在這裡 叫黃光琪 對 光是EvanStar就說不清楚了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戰爭 這個選戰 真的很精彩 比2000年 比2004年 比2012年 都精彩 真的嗎 博文今天是高潮嗎 我覺得還好 這個選情本來是很低迷 真的台北市的選情 從來沒有打過 像這次 實在不知道在打什麼 打這種口水戰也好 或者是那種 你一句來我一句去 不好看 我覺得今天這次柯醫師 這個打到要點 而且這個是長期以來 大家對連家的質疑 說不定也能夠利用 這次說清楚 其實坦白講 如果連聖文也願意透過這次選舉 把這說清楚 也不見得是壞事了 我這樣講 其實剛剛穿上講一句話 他說MG149 其實在這次選戰已經先停住了 我是認同 為什麼 因為MG149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繼續追究 羅爾元 你應該去按鈴聲告台大 你應該台大醫院出來說明 台大醫院院長出來說明 而且台大有蓋章的 因為他還有秀這張表 我們畫面這張表 蓋了9個張還7個張 一個單據一筆錢要11個張 每一個蓋章的都要負責 而且立法院現在已經開議了 現在立法院開議 你大可知道未還委員會 請台大醫院院長 好好的來做中間報告 這個案子應該立刻去追究 而且好好追究 這個我都一點都不反對 但是你不能夠針對 這個402下面的一個MG149 下面的一個柯文哲的一個 外科的這個帳戶 然後去查 我覺得這個大概說不過去 而且今天柯文哲 其實他這一招 大家想 當時羅蘇蕾委員 一直覺得讓大家感覺說 會讓柯文哲一刀斃命的 就是劉儒毅那個私人帳戶 結果他今天全部公開 他今天全部公開 包括細項連存折 他怕你說這是你自己製表 他連存折都公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結束 如果連勝委要繼續在這邊死殘難打 我覺得對自己反而是負分 但是我要講 今天這樣 這個柯文哲要求公布說 扣角平單這個部分 大家是眼睜睜在看為什麼 這個就好像兩車在對撞 今天柯文哲已經毫不猶豫 他就是要直衝到底的 你今天直衝到底的狀況下 你一閃開 對不起你就是輸了 但是你要想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對撞的話 會激起多大的火花 我不敢講 但至少我覺得與其 連家的財產從過去直到現在 一直被質疑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甚至剛剛劉委員講句話說 搞不好那個財產比黨場還大 說不定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對這個部分有很大的質疑 如果能夠利用這一次透過這樣的選舉做一次檢驗 我覺得台灣的政治才會提升 好 過去連戰先生跟武則元之間的3058事件 包括我們常講說那個冊子上面 連家的投資公司 連勝委你不是完全沒關聯性 你跟你姐姐都掛名至少兩家的董事 你掛名董事 包括台北上映的董事 這些都是外界過去無法檢驗的 你為什麼要持續某些投資公司的董事 你才要選舉 你就是某種程度在做切割 那相對來講 你EVENSTAR你還是掛名 掛名資深顧問 你敢做財產申報你就必須要清楚 所以我認為說有人講說 柯文哲你要就把整個資金流向公布 從台大402公布到 台大402的帳應該是在台大 柯文哲頂多手上只有MG149的帳 對 這是藍營的 包括媒體人 包括有一些像政治人物 像剛剛那個我們的碩文雄也有提到 那事實上有人講說 那你就把整個金流這樣公布 否則的話 蔡政委員講說 你公布我們怎麼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搞不好是假的 他說他過去有前科制度 可是以柯文哲現在拿出來的東西 你只要把劉如意那個帳戶公布 連結到他私帳的部分 真正的私帳就是他個人的財產 而且18年來 說實在的 你要18年來包括你賺了什麼錢 對不對 你買房子 這個付出多少錢 尤其是買房子 如果柯文哲真的有錢 那幹嘛跟他爸爸借嗎 你們還被你們抓說 到底有沒有逃漏稅 而且這些東西 蛛絲馬雞 可能未來有媒體檢讀出來 可能不只黃柯文哲公道喔 我是覺得就是像剛剛講的 火車對賬嘛 願賭就要不輸嘛 除非你把這個賭局 把它扭轉過來 而不是把桌子給掀翻了嘛 對 這個 蔡先生同學 剛剛光琴講 如果台大都要被要求到 402基金全面檢驗 你覺得連鎮東基金會 不需要公報帳嗎 同樣都基金耶 同樣都基金 只有台大需要有基金的利益 迴避的監督 那連爺爺的基金會會不會 台大是基金啊 連家是基金啊 會 基金會 基金 可是基金會也有可能 有利益的迴避跟關聯啊 比方說這個會不會有特定廠商 當他要政策 或者要某一些標案的時候 讓他捐錢給基金會 比方說要選舉 他們好像沒有在做這個啦 我不知道 有啊 不是啊 你沒有公布我都不知道啊 新發會 你今天NG149怎麼做 你沒有公布我不知道 在此之前 我都怎麼回應 我都說 可比你說沒有就沒有 不然你也拿一些資料出來看 你說沒有 不是用家裡說的嘛 你要讓我看嘛 你現在說沒有 我們都沒有捐款 沒什麼 如果都沒什麼 為什麼要去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是要做什麼 這個基金會一般都要做什麼 其實羅書衛委員很熟悉 一般的基金會都要做什麼 搞不好他下一次 羅書衛就是打這個連家的基金會 因為他很好用連家嘛 所以說本來一個洞兩個洞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看說整個翻過來 羅書衛也沒有跟我們三個 就直接丟出來把它蓋掉啊 所以我懷疑說 羅書衛是不是站在你們這一邊啊 我懷疑為什麼也是內鬼啊 合理的懷疑 有道理 你現在懷疑他是內鬼啊 然後你看喔 柯P他昨天他就說這個 他上禮拜六打電話給這個吳憶輝 對… 他就爆出來這個 那他說吳憶輝向他表示說 無法阻止連陣營打這個MG149 可是他… 吳憶輝他昨天跟我們講啊 提出五個聲明啊 五個聲明說 柯文哲打電話來直接罵耶 說這個吳憶輝 對 妳為什麼不跳出來幫忙講呢 所以說柯P所講的話 對… 吳憶輝 吳憶輝 你的意思是說 吳憶輝 你的意思是說